江湖习三代同堂,北戴河亦定博逆二 习总日记2013年8月6日 王岐山是现任常委,当然站着毛坑要拉屎 王岐山说道,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我主管中央纪律检查工作 最近中央巡视组正在各部门各地巡视检查,汇报上来的资料显示 各级领导干部犯贪污腐化独职滥权四大罪,非常普遍 而且贪污数额直线上升,腐化程度加剧,独职情况普遍,滥权现象严重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反复讲了要整党整军反四封 既然上一届中央把薄熙来案件留到了今天 让我们来处理,何不顺手推舟 乱世用重点对薄熙来所犯下的所有刑事罪 如背叛国家罪,故意杀人罪等都一并起诉 而不是纸条其中一些机灵狗碎的如贪污受贿罪行来起诉 薄熙来所犯下的所有证据确凿的罪行足以符合判处死刑的条件 所以我认为应该判处薄熙来死刑 而且薄熙来的贪污受贿毒质滥权罪行方面 民间老百姓早已知晓 若是中央高举侵放 老百姓对党的不信任会发生质变 可能引发社会大混乱 请各位同志三思 见贺国强举手 请贺国强同志发言 贺国强自然而然是主张严承薄熙来的 我同意王岐山同志的意见 官员腐败就好比一桩建筑腐朽 越腐朽 大厦倒塌就越可能发生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会这么想 不是好好的吗 党的政权稳固得很 对 我同意 就今天而言 现在来说 党的政权很稳固 既没有外敌入侵 也没有内部暴动 军队武警 甚至连社区干部 大爷大妈 都拥护共产党政权 人民安居乐业 经济继续大幅度领先全球 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到处旅游 出手大方 条件好的家长 都送他们的孩子去国外念书 这些事实都证明了 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 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富裕 这都不假 非常真实 从这些事实来推断 我们的确可以高枕无忧睡大觉 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光鲜亮丽外表里面所发生的腐烂现象 我们看不到 支撑大厦的钢筋在腐蚀 水泥在水解粉化 为何看不到 因为外表光鲜亮丽 当锦衣玉石时 我们无法窥探其中 而当一不必体穷困潦倒时 我们才能看见 遍体离伤体无完肤 大家会知道我要说的意思吧 是的 我指的是人心所向 人心所指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们其实知道老百姓的心 我们更了解领导干部的心 裸观是怎么来的 为何大家把子孙都送到了国外 就是为了读书吗 是否都在回避一个问题 党的凝聚力 国家的凝聚力 我遇见过很多移居国外的 爱党爱国朋友 他们的爱国爱党热情 非常令人感动 那种爱 简直到了盲目的境地 但每当我问起他们 为何不在国内生活 不是说落叶归根吗 他们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露出无奈的表情 由此可见 他们的爱国爱党热情 是建立在虚无空洞 没有基础支撑的幻想之中 一旦从云端跌落到地面 他们马上买飞机票走人 同志们 社会不公啊 社会不安定啊 社会没有保障啊 这位贺国强同志 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在台上时满目盛世 一派和谐景象 脱下了蟒袍 就是死命贬低伟大党和伟大祖国 你让我这种书籍 还怎么混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华人电力 收购山西煤矿 涉贪案中的角色 要不是党内潜规则 不查退休之常委 我可要对你动手动脚 胡锦涛去年十八大 为何裸退 还不是怕查他家人 贪污受贿问题吗 我按捺不住 要跳起来反驳 我正要发作 刘云山及时举手 要求发言 刘云山一有所指 他说 根据我的观察 新老同志们都主张 以大据为重 只是在重判 还是轻判上 相互之间 意见稍有出路 老同志认为轻判 对党的伤害小一些 新同志认为重判 对党的反贪工作 帮助多一些 我是新一届的常委 的确也认为 对薄熙来应该重判 我的理由是 保安已经对党 造成了很多伤害 从这点来说 重判轻判是一样的 说到这里 就要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 为何说 保安已经造成伤害 不会因为 对薄熙来的判决轻重 而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或者换句话说 判决轻重是一样的 另一个问题是 轻判会引发另一种伤害 就是认为党是 孤西养奸 认为党与薄熙来 同流合污的伤害 先谈第一问题 要证明对薄熙来 重判轻判 对党的伤害 是一样的 这个判断 首先要搞清楚 薄熙来案对党伤害在哪些方面 当然我们知道 无论伤害在哪些方面 都对党的声誉产生影响 都没有好处 只有坏处 我个人认为 薄熙来案件对党的伤害 主要表现在党的用人是人的方面 薄熙来出事之后 党内外 包括国外媒体 包括中国的老百姓 都说了很多 他们有说 薄熙来怎么怎么不好 也有说薄熙来怎么怎么好 但共同的是 万人认为 党怎么才发现薄熙来过去的错误 其诉书所指控的罪行 都是发生在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 大约15年之前 薄熙来从大连到辽宁 从商务部到重庆市 前前后后总共20年 党在干什么 还有没有如薄熙来之类的人 没有爆发出来 我看这些问题 才是最伤害党的 在党的历史上 比较类似的案例 是林彪叛逃事件 林彪事件发生后 大家共同的一个疑问是 你们一直宣传毛主席 如何如何伟大 党如何如何英明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发现 林彪是个混进党内的野心家呢 毛主席称呼林彪为亲密战友 党把林彪接班人纳入党章 这些事实证明毛主席不怎么伟大 党也不怎么英明 一个林彪就可以把你们骗得团团转 如果几个林彪联合起来 你们怎么办 你们就可能输了 党就可能完蛋了 从而得出结论 党是平庸的 伟大英明是瞎编的 是欺骗老百姓的 所以我认为 薄熙来叛逆事件对党的伤害 在于党失明失踪失误 失察和失职 既然如此 如果大家同意我以上分析的话 那么 大家也可以了解 对薄熙来判刑的轻重 不会影响党在任用薄熙来问题上的失察与否 也就无关党的伤害是否会加深了 第二个问题 因为资讯交流已经发展到互联网微信微博 薄熙来的犯罪行为和证据 外面知道的不比我们少多少 据我所知 外界知道 薄熙来与大连的人体塑化工厂有关联 这是牵涉到我们党取缔法轮功 处理法轮功学员的内情 民间怀疑薄熙来 认为他有非法杀害法轮功学员的嫌疑 所以 如果对薄熙来轻判 民众的对党的不 满会更加强烈 如果重判 民众会认为党对党内犯罪的成员 即便是高级成员 是革命的后代 也是痛恨谴责的 是敢于拍苍蝇 也敢打老虎的 吴邦国显然对刘云山的发言很欣赏 他没有举手就直接接过了话题 刘云山同志对薄熙来叛逆事件的分析 细致冷静 理由充分 我们也时常说 薄熙来伤害了党 但就是没有认真分析 薄熙来伤害了党的哪一部分 是头啊 还是屁股 经过刘云山同志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 是伤害了党的声誉 这声誉是因为 党在用人方面的失察和失职 所以 希望习近平等同志 要坚持党的组织原则 对领导干部的任用 要谨慎 要查他过去有没有贪污受贿 有没有独职滥权的问题 会开到这里 双方打了个平手 对薄熙来的最终处理 也渐渐地清晰起来 折中主义嘛 或者说中庸之道 就是照顾到双方的利益 和双方的颜面 见朱龙基举手 我请他发言 朱龙基说道 我原本不准备来 听说没有开会 才来抱着 见见同志们的想法 来了北戴河 来了之后 你们希望我参加会议 要一起讨论薄熙来的问题 我不想来 习近平同志的面子大 也就来了 作为老同志 我的原则是安度晚年 放心放手 让新的同志去干去闯 现在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 也不存在台湾独立问题 更没有像解放战争那样 你死我活的政权争夺战 我既然来了 当然就应该说点什么 习近平同志也是这个意思 让我来说点什么 那我就说点什么呀 呵呵 我说我们这个党啊 曾经把我打成右派 我当右派的时候 自以为对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当了总理 因为忙 没有时间想党的事情 一门心思 只想把总理的工作做好 把经济搞好 退下来之后 远离政治中心 远离权力中心 才对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说 这人哪 有了权力和没有权力 好像是两个人 不是两个人 那么起码是两副脑子 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呵呵 我这样说 有点缺乏党性啊 大家别怪我 在台上的时候 最让我回想起来 觉得脸红的 不是让大批工人下岗 而是对台湾总统选举的喊话 老实说 我不敢再去看那段录像 我也想不起来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机 让我声嘶力竭地喊了那么一句 可能怕台湾独立吧 现在看起来 怕台湾独立的想法 是幼稚的 是可笑的 大家看 现在台湾 还有独立的要求吗 没有 首先美国就不同意 其次才是我们不同意 台湾在联合国没有席位 就证明国际社会认为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见朱镕基扯远了 我干咳了两声 朱镕基会议道 哦 哦 对不起 扯远了呀 我说呀 年岁不饶人 我这个老同志 别人我管不着 我只能管好我自己 不谈工作 不谈政治 我在外面 就是这样 在这里可不行 习近平同志 一定要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那我就免为其难谈一谈 党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力 要拥在地方 权力要制衡 否则 不是薄熙来 也会变成薄熙来 人是需要管的 不管就无法无天了 哦 哦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再说下去 就会胡说乱说 对我对大家都不好 最后表个态 根据起诉书所给出的数额 给个十年十五年 我看差不多了 既然已经开除党籍了 前途也没有了 几十年为党白杆了 教训也够了 其中党也有责任 而且责任也不小 你们懂的 大家同志一场 好聚好散吗 年纪大的同志 就想着自己 不管我习近平的难处 判十年十五年 以后的反贪工作 怎么进行下去 李克强该上阵了吧 我给李克强发了个暗号 这是我们一伙事先敲定的 李克强会议 举手要求发言 同志们好 接受总理职位以来 我切身感受是 很多党的领导干部 认真参加会议 却不好好落在实处 他们认真参加党中央的会议 或者国务院各部门会议 认真听 讲座笔记 回去后认真传达 具体落实 问题出在落实上 比如 整党整军反思风 他们在下面就走形式 搞弄虚作假 搞漆上蓝下 网数据掺水 因此 党中央国务院好的政策方针 到了下面 就无法得到贯彻落实 于是整风一阵风 吹过去后 一切照旧 中央巡视组下去抓贪官 抓了几个后走人 下面再生产新的贪官 我说 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 是为了请大家斟酌 薄熙来叛逆事件的处理 关系到习近平总书记 整党整军反思风的成败 整党整军反思风的成败 关系到这一届政治局的成败 我就此打住 不再往深处说 大家都是老党员老同志了 都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贾庆林接着话茬说 明白了 李克强同志的意思 就是要我们这些 已经退下去的老同志 支持习近平李克强 他们这一届中央的工作 给他们当好后盾 贾庆林姓子集 有没有谁还要发言的 如果没有 我们就举手表态吧 会场上很安静 我等了一分钟 看来大家都想好了 那就举手表决吧 同意无期或有期徒刑的 请举手 胡锦涛 温家宝 吴邦国 贺国强 周永康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 朱龙基 魏剑行 和李兰青 共十二位举手 谢谢 请放下 同意无期或有期徒刑的 共十二位 同意死刑缓期执行的 请举手 贾庆林 李克强 张德江 刘云山 王岐山 和张高丽 共六位举手 谢谢 请放下 同意死刑缓期执行的 共六位举手 我宣布到 还没完 我又提了一个选项 不反对 对薄熙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请举手 贾庆林 李克强 张德江 刘云山 王岐山 和张高丽六人再次举手 我见其他人 没有一人举手 心里的火 瞬间燃起 好 那就刺刀剑红 拼了 我用眼神暗示我们一伙 按照事先预演的 不放手 一直举着 贾庆林员把手放下了 一看情况不对 赶紧再举起手来 会场气氛顿时凝结 别说他们年长的 我也开始冒冷汗 我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双目之勾勾地凝视前方 一动不动 宛如一座雕像 一座随时会爆发 从里面蹦出史前恶魔的雕像 这样的闹剧 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 去年十八大之前 胡锦涛想要仿效邓小平江泽民 留任军委主席 我据理力争无效之后 就上演跌交生病记 失约希拉里 引起国际舆论关注 躺在医院病床上耍赖两周 对方坚持不住 最后胡锦涛只好同意裸退 回到现场 双方顶牛 僵持着 高举着的六条胳膊在晃动 是啊 蛮累的 五分钟了 见对方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看来耍泼的方法用一次可以 再用第二次就不灵了 我抬手示意六位 放下举的酸疼的胳膊 曾庆红及时端了个小板凳 给我当做台阶下 习近平总书记啊 我看这江泽民同志 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 我们老同志退下之后 无聊得很 有个机会就喜欢谈谈自己的想法 至于到底如何处置薄熙来 我们都会尊重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等新一届政治局决定的 你希望我表态支持你们的决定 我绝无二话 死刑缓期执行 我觉得这是薄熙来最有应得 若是按照他所犯下的那些罪行 立即执行都不为过 是吧 我看薄熙来的事就到此为止 全由党中央决定 我本人在这里表态 坚决拥护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任何决议和决定 老奸巨华的曾庆红 原想让他们为保安背书 这样处理薄熙来所造成的后果就用不着我一个人承担 我尽力了 这一仗打输了 处理薄熙来万一引发不测 只好我自己承担了 输归输 话还是要讲的 我开始演讲 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 不仅限于薄熙来案